女蓝世界杯 虎扑10月2日训 中国女蓝带着第六名的成绩 告别了本届西班牙女蓝世界杯 对于女蓝姑娘们来说 虽然本届大赛不乏遗憾 但这一路走来 她们已收获了成长和希望 女蓝阵中的老将孙孟然给球队的这次世界杯之旅 打了80到90的高分 她直言球队收获了信心 这届世界杯对于年轻的中国女蓝 来说场场都是硬仗 球队每一场都是用顽强拼搏的精神 和年轻人的朝气去面对每一个对手 过程有好有坏 但我们收获了信心 证明了球队发展方向是正确的 回去之后我们会好好总结 争取来年再战 队长绍婷表示球队通过这样的比赛积累了经验 会努力为接下来的2020年奥运会做准备 队伍整体比较年轻 显得更有朝气和活力 有一种不服输的精神在 每场球都是尽力去拼对手 通过和对手的切磋来学习并提升自己 一直在向更高的方向去努力 中国队本进世界杯的阵容以年轻球员为主 队员平均年龄仅为23岁 韩旭 李月汝和李源这些不满20岁的小将 都是首次站在世界大赛的舞台中央 这段经历对于这些年轻人们也是弥足珍贵 回忆这一年以来在国家队的经历 韩旭孝言自己拥有了一个精彩的18岁 我们集训了大半年 从大年初期开始 每天都在训练馆 食堂和公寓中来回穿梭 不过我觉得很值得 这次比赛将成为我人生中非常美好的回忆 此前还为征战WCBA的含旭坦言 能够在18岁时参加亚运会和世界杯 对自己起到了极大的锻炼作用 我们跟各种风格的球队学到了很多东西 非洲球队有他们的野性 激情和出色的身体素质 欧洲球队的对抗性很强 美国的整体性和串联也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打完这次世界杯以后 我的信心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因为已经跟这些世界强队打过了 所以在进入WCBA联赛的时候 我不会再畏惧 会很自信地去迎接每一个对手 19岁的中风李月如也表示 参加世界级的比赛感受记忆有心 因为世界级青年比赛 我没有参加过 所以面对澳大利亚 美国这些世界抢手的时候 我会有点不知所措 没有在亚洲打得那么有安全感 令李月如印象最深的就是 与世界级中风坎贝奇的交手 李月如也直言自己要不断向坎贝奇看齐 跟他对位学到很多 比起训练能让人成长更快 双方实力的差距也让我有想要赶快回去 努力成长的念头 我现在设定的目标就是慢慢靠近坎贝奇 然后与他的成绩并肩 接下来我们还会在联赛中遇到 我希望再一次对位他的时候 自己能够比现在进步一点 00后小将李元也分享了自己的收获 虽然自己第一次参加世界大赛 有些场次没有发挥出训练水平 但总体而言还是收获不小 我通过这两个大赛找了很多问题 也看到了自己在进攻能力等方面 跟对方后卫的差距 李元也即将迎来参加职业联赛的首个赛季 对此他表示 回去要多加练习自己看到的东西 改进自己的短板 争取在联赛中有所发挥 新赛季WCBA联赛的首轮比赛 将于10月20日展开 在10月18日提前进行的节目战中 新疆女兰将在主场对阵大姓女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writTrad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